OK,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云南特产 这个叫中和果蔬 这就是水果干,各种水果通过技术处理做成的水果干 这是云南当地的一个特产 然后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云南的话可以带一些 应该算是西苏版纳的一个特产了 然后在那边,因为西苏版纳水果产的比较多 这个就是一种果蔬干 再看一下,价格也不贵 我买这包是做特价,几块钱 然后里面就看一下 还是蛮多水果干的 然后OK,在这写的有香蕉芋头和紫薯 香蕉片 说实话,香蕉片吃起来就比较硬 所以它毕竟是遮成水果干的 然后这个应该是番薯 先将芋头和番薯 这是芋头 整体的口感是很脆 因为是经过烘干烘焙处理 它变得很硬很脆 然后是完全泼水的水果干 相对来讲,甜味没有那么重 甜味比较淡 但是有一点蔗糖的味道 但是没有特别甜 比单纯的水果 没有单纯的水果那么甜 然后种类比较多 我买的这个只有这三种口味 然后的话,大家可以买的时候 有很多什么菠萝的,芋头的 反正基本上呢,四面上能见到的水果 它都能给你做成这种果蔬干 口感不错,保存的时间会比较久 然后的话,这种的话有好处是 你开放之后也可以保存不久 像一些,其实很多地方的特产都是 其实一开放之后保存不久 但这个的话,开放之后也保存蛮久的 因为它是一种脱水的水果干嘛 然后大家其实也可以在家里去做 网上有卖那种水果烘干机的 很小,几百,几十块钱也有 一百多块钱也有 然后可以自己买一些水果干就烘干 当然可能口感没这个好 然后的话,这个的话就是云南钢地的产的 总体的口感还不错 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真的很干 喝的时候一定要加一点 喝一点水或者喝一点奶 这个还有种吃法就是 把水果干倒出来 打的碎一点,就是敲的碎一点 然后拌上酸奶吃,口感也相当好 拌上酸奶啊,燕麦 即使燕麦汁也混合了一起吃 口感也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多去尝试一下 这一期的评测我们就来 就评测了这个 然后,这些各种各样的泡面的吃法呢 我还在研究我什么全新的碎面吃法 争取尽快研究出全新的碎面吃法 ROCK